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離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只有不到20天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爆出大醜聞 《紐約郵報》連續兩天披露拜登的次子亨特 與外國公司的權錢勾結證據 繼10月14號披露亨特曾向 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引見他所供職的 烏克蘭天然氣公司高管後 《紐約郵報》15號再發報導 揭露亨特與中國能源巨頭 華信能源之間的利益輸送 《紐約郵報》據說獲得了亨特一氣在 電腦修理店的個人筆記本電腦 電腦中有一段11分鐘的吸毒和色情視頻 以及大量的色情圖片 還有數萬封電子郵件 15號公布的電子郵件中 包括一封亨特發給華信能源前董事長葉簡明的 亨特在郵件中說 他和他的家庭對於華信能源收益豐厚的交易 很感興趣 根據郵件的內容 亨特從華信能源獲得了股權 控股公司的所有權以及巨額的諮詢費 《紐約時報》早前曾報導 葉簡明與中共軍方和情報部門有很深的關聯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再次大規模的迫害法輪功學員 9月22號、23號兩天至少綁架了29人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這是中共警察實施的一次所謂的統一行動 有黑龍江省政法委副書記郝偉夫策劃 警察按照名單跨區抓人並有綁架指標 每綁架一名法輪功學員都有獎金 據瞭解 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 目前有多人被非法關押在哈爾濱市的第四看守所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0月14號宣布 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已經加入了美國領導的清潔網絡 5G移動網絡的國際安全形勢因此得以扭轉 美國今年發起淨網行動在電信運營商 移動應用程序、應用程序商店 網絡雲服務和海底電纜五大領域 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國設備和技術產品 並呼籲各國響應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信息 目前英國、捷克、波蘭、瑞典、愛沙尼亞、羅馬尼亞 丹麥、拉脫維亞等國家已經承諾在各自的5G網絡中 不會使用不受信任的供應商的產品 法國、印度、奧地利、韓國、日本和英國等國的主要電信運營商 都已經拒絕使用中共監控體系下的工具 加拿大三大電信商也都表示 不會在5G網絡中使用華為的產品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